你好 新郎的朋友 你們好 我是夢妮坦 我在這裡出現 當然想有些占卜和大家玩一下 多謝大家來收看我的這個節目 還有祝大家2018年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平平安安過這一年 2018年當然我們在占卜界當然有很多人會問 究竟2018年每一個生肖的朋友其實會有什麼遭遇 有什麼要注意的 有什麼範疇特別要留意的 例如健康 家庭 感情關係 知道大家都很緊張 我們快點看看第一個生肖 就是鼠連的朋友 鼠連的朋友 或者你身邊的伴侶 或者家人是鼠連 那你要幫他聽吧 今天我們會用一個塔羅的占卜方法 去為十二生肖的朋友 去做一個運程的解讀 和建議給大家 很漂亮 我會首先在我前面的牌子 很簡單 抽出兩張 我們就是給鼠連的朋友 一個就是看他 overall的狀況 和一個就是看什麼建議給他 我們首先就給他看一下整體狀況的牌 那個牌就是這樣的 另外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建議牌 就是綠色的 那我們就看看鼠連朋友 整體今年可能你會比較緊張 就是說你很多時候因為工作的繁忙 忘記了自己照顧自己的身體 所以第一你要學習平衡 第二就是你很多時候 尤其是有家室的人 為什麼我們看這張建議牌呢 有個小朋友在這裡 就建議你們千萬不要因為自己工作 或者自己一些情緒的狀態不好 就忘記了照顧自己的家人 特別是小朋友 因為你對他的忽略造成的創傷是無可挽救的 希望你們自己小心注意 除了身體之外就是家庭家人裡面的一個照顧 然後再留下來 都不會再留下一個照顧啦 就要跟你們做到一個照顧啦 就要看見到一個照顧啦 然後再看看 就要看見到這裡 就要看見到一個照顧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